欢迎收看大伯会员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素人特工 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哪年的中国香港 咱们的男主就是江湖人称风爷的桌子专业户 在网络上直播 专门爬各种高处建筑物 不大不小也算是一个网红 但可是这种行为很危险 一定肯定以及绝对不提倡 咱们的女主短发明是一名警察 没事的时候也看风爷直播 万万没想到这天风爷降落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荡来荡去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复杂 他被当作来交易的 对面的这些人都是很角色 他也不敢说不是 结果风爷在这场交易中开始演戏 长得还挺紧张的 后来风爷趁机赶紧逃跑 因为现场来了一个大姐大 没有错 她就是生化危机系列的女主 米拉·乔尔维奇 她是一个特工组织的人 一出手就知道是一个高手 这么说吧 杀掉全副武装的这帮坏蛋 连手枪都不用 手里只有一个毒针 你说牛皮不牛皮 当然了 咱们对风爷也不是一周两次那么简单 大姐大还是找到了他 并且邀请他进入组织 替天行道 惩恶养善 还有很多钱花 因为他出现在交易现场 真正交易的人 以为他是买家 所以 只需要风爷顺利演出交易的人就可以 其他事情都有特工们搞定 本来咱们是拒绝的 不过钱那么多 谁不干 是不是 就这样 风爷来到了布达佩斯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圣杯 然后拿这个圣杯 去跟交易的人换生化武器 风爷只听了特工说的计划 具体行动跟他没关系 更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呢 而且大姐大还说了 你被人跟踪了你知道吗 原来是警察短发妹 于是 风爷找到了在布达佩斯的小伙伴 羊毛卷 把自己做特工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而且 后来他们遇见了咱们的运出短发妹 他为啥要来这里呢 因为他发现之前 交易现场有风爷的东西 所以 他装作风爷的粉丝 要顺便破案立功 风爷也假装不知道他是警察 大家一起演戏 这个羊毛卷是一个科学家 专门研究各种装备 还有一个自己的团队 我看就是显着弹腾 一听说风爷是特工 所有人都很激动 为了让大姐大 他们瞧得起咱们 风爷打算先下手拿到圣杯 就这样 咱们这帮二八看着 就上人家城堡去偷圣杯 一个个打扮的 咱们也不知道啥玩意儿 就混进了城堡 万万没想到的是啥呢 国际刑警和咱们大反派胡志书也在 因为他们正在跟圣杯的主人聊天 也想要拿到圣杯 结果被咱们这帮人偷走了 这扯淡不扯淡 就这样 大家既要面对国际刑警的追捕 还要躲避胡志书的手下杀手 就在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 大姐大赶到 要说大姐大永远都是大姐大 车进的是十分的了得 可咱们胡志书在马路中间 就开始画圈圈 最终还是被咱们大姐大 记高一筹 666的就跑了 但可是谁也想不到 大姐大其实已经受伤 回到他们的安全屋之后 取出子弹 不过大姐大现在莫少神经受伤 只能眨眼睛不能说话 更加劳心的是啥呢 圣杯也睡了 这可咋整啊 咱们这些人 还是希望可以跟交易人见面 拿到危险的生化武器 可惜啊 第二天当他们找到交易人的时候发现 已经被胡志书他们抢先一步 拿走了生化武器 那咱们这帮人肯定要注意啊 于是在凤言和短发妹的努力之下 他们抢回了生化武器 杀腿就跑 当然了 一些事情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一场购路追逐大戏 说实话还挺过瘾的 其上我最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都不会堵车 就算你们追着我 也都是白车 但可是 最终的结果很不好 生化武器给胡志书抢走了 而且羊毛卷的助手 也被胡志书开始伤害 在羊毛卷面前 失去了双腿 在医院的时候 大家都很伤心很难过 凤言也为自己的错误很内疚 羊毛卷很伤心 自己的助手以后可砸症 短发妹作为警察 现在被全球通缉 大家一排两散 就这样白白滚犊子了 胡志书拿到了武器之后 首先袭击了纽约 这里的人们呼吸过空气之后 都变成了植物 看到新闻之后 大家都很闹心 而胡志书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咱们这几个人没过多久 又重新集合 在羊毛卷助理的鼓励之下 在大家的假眼的计划之后 他们在一个风格日丽的早晨 袭击了国际刑警领导的车队 大家一起配合 愣着把这个死胖子在车里找了出来 而且还把他绑在车上 问问胡志书下一步要干啥 在哪里 不过这个死胖子并不知道胡志书在那 经过警察的一路追逐 死胖子也死一车下 咱们的凤爷和短发妹 多亏了有这个改装的甲壳虫 真是我见过改装最牛逼的甲壳虫了 不但可以变成铲车 掀发了一整条街的车 还能变成机器人 长出两只大长腿 最后还能把司机弹射出去逃生 你说牛皮不牛皮 当然了 最后还是被胡志书他们抓到 原来胡志书要同时攻击全世界十个城市 咱们这些人眼看的也没招 胡志书已经在各个城市释放烟雾 不过这都是开始 因为只是一些脆化剂 真正的生化武器 要他上飞机才会放出来 就在胡志书刚走没一会的时间里 咱们开始反攻 全部长工解困开始阻止胡志书 因为羊毛卷有一个电子脉冲装置 可以一米内停止所有电器 包括飞机 就这样 大家一起编对抗这里的坏蛋们 还要拼命的追胡志书 不过还好 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最终封爷还是跳上了已经起飞的飞机 顺利的把飞机电路搞磅 胡志书和飞机 还有峰爷一起粉身碎骨 短发妹伤心也没有办法 有些人注定就是英雄 最后的最后 短发妹辞掉了警察的工作 加入了大姐大的组织 本来以为能有很多钱 结果大姐大说组织已经破产 一切行动都是自愿的 这承认不承认 而且其实峰爷并没有死 人家有羊毛卷的高科技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每个傻道理呢 没事的时候别爬那么高 有那时间吃点山药它不香吗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摸摸拉